戴笠是谁 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势 能够把已婚的当红明星占为己有 人称《间谍王》的戴笠 在对日抗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像是193000年对日抗战期间 情报曾一度被敌方掌控 让蒋介石非常生气 下令戴笠揪出内贼 赏黑方面我们还没有行动 他们竟然知道的日一清二楚 怎样下去非王过 王总不成 是 校长 可是那天开会的除了中常委以外 其余的都是一些部长 全都查吗 查 忠心耿耿的戴笠 赵齐勒旗下的特工人员 要求布下天罗地网 不论献密者的层级多高 统统都要揪出来 《现代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光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戴笠她是中国的盖世太保 长期从事特工跟间谍工作 戴笠旗下的军统特务将近两万人 势力遍布无孔不入 但她的私人感情生活 却是让人家议论纷纷 曾经跟她传出绯闻的女人 不计其数 从旗下的女特务 到身边的女秘书 只要是她看上的 就会千方百计弄到手 在戴笠的原配法妻 毛秀丛过世之后 她就以蒋介石为模范 希望可以挑一个像宋美玲 这样的险内柱 替自己续弦 但没有想到 她竟然是挑上了 有夫之妇 蝴蝶 对日抗战期间 蝴蝶有三十箱的珠宝 不翼而飞 委托戴笠帝帮忙寻找 而这个举动 就让戴笠有机可乘 她费尽了心思讨好蝴蝶 更威蝎蝶的老公 要签下离婚协议书 不择手段的戴笠 最后有成功抱得美人归吗 而中国顶尖特务戴笠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呢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瑶红的深度报道 1946年3月17号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 乘坐的专机 从青岛飞往上海的途中 坠毁在戴山 文明侠儿的大特务就此丧生 四天之后 戴笠死亡的消息 出现在大公报等报纸上 但有一个女人 读到这则消息时 如实重复 她是如此期盼着这天的到来 她就是影后蝴蝶 我今天请的 都是我从前 中学毕业那时候那班同学 蝴蝶是那个年代的 中国电影的皇后 她是中国第一个 有声电影的女主角 而且她的非常的漂亮 她年轻的时候年轻貌美 有很多人喜欢她 包括戴笠在内 本名胡瑞华的蝴蝶到底有多漂亮 可以把中国头号特务投资 迷得晕头转向 据说在三零年代的上海滩 蝴蝶脸上的招牌酒窝 是美女的重要指标 不论是蝴蝶身上的旗袍 穿戴的首饰 几乎都是大家的焦点话题 潘友生就是蝴蝶的老公 她被戴笠横刀夺爱自然愤恨不平 而戴笠既然知道蝴蝶是有夫之妇 又为什么要强夺人妻呢 这恐怕跟情报头子戴笠的感情观 很有关系 她的原配法妻毛秀丛 在1939年病逝在上海 所以她对女人的态度是 只有互婚 戴笠是谁 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势 能够把已婚的当红明星占为己有 人称《间谍王》的戴笠在对日抗战中 扮演重要角色 像是193000年对日抗战期间 情报曾一度被敌方掌控 让蒋介石非常生气 下令戴笠揪出内贼 上海方面我们还没有行动 他们竟然知道的是一清二楚 怎样下去 废王过 王总不曾 是 校长 可是那天开会的 除了中常委以外 其余的都是一些部长 全都查吗 查 忠心耿耿的戴笠 召起了旗下的特工人员 要求布下天罗地网 不论泄密者的层级多高 统统都要揪出来 我命令你们 要对名单上这些人员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 跟踪和窃听 乃至一切的正常手段 总之一句话 要尽快地挖出这个败类 而戴笠手上掌握的监控名单 其中有不少都是蒋介石的政敌 下面我就宣布一下 各小组要跟踪的人员名单 他们是王精卫 邦逸祥 李宗人 白崇喜 刘湘 龙云 还有周恩来 和易建英 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叛徒给揪了出来 原来是汪精卫旗下的人员 走漏情报 戴笠如此有效率的办事能力 也让他从此在蒋介石阵营里 平步清云 很好 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 这就是给什么人干事的下场 还有 他那边也要密切地关注一下 是 校长 请您放心 王兆明那边我全都安排好了 出身浙江江山的戴笠 戴笠是在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 1928年开始正式为蒋介石进行情报工作 不过他的刑事作风异常低调 戴笠的史料里面 他曾经用过27个画明 然后在做这个间谍工作 那他的画明里面有一个特色 就是水质边用特别多 因为那个算命的跟他讲说 你一生欠水 后来戴笠领导的军统局 跟美国海军情报专家 梅勒斯忠孝密切合作 成功获得许多有效的情报 但由于行踪不定 神出鬼没 曾被美国杂志 封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对共产党来讲 因为他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 抓了很多共产党人 所以共产党那一方面就很讨厌他 就把他当作是一个万恶不赦 是一个魔头这种形象来看他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 戴笠却是战功标柄 他在1938年创立了军统 在军统训练班里 学员要掌握射击 爆破 下毒 电讯等多种技术 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思想 除了校中领袖之外 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除奸 除掉汉奸 对付日本人 然后对付共产党 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有他的成就的 但也因为军统人员的工作特性 戴笠曾经在抗日时期 以匈奴未灭和以家围为理由 要求抗战时期的特工人员不准结婚 而戴笠本人跟原配毛秀虫 则是因为外遇而长期分居 但他旗下的女特务却有不少貌美如花 深得他心 他离不开女人 事实上他身边也需要一些 比如说秘书啦 或者是带出去交进应酬的公关 甚至于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一些保姆 所以像是余淑恒啦 或者是叶侠迪啦等等 而早期戴笠身边的女特务中 有一位重庆外事训练班毕业的学生 余淑恒让他心动不已 余淑恒呢 比较符合戴笠的这个需求就是 第一个外表长得很漂亮 那么第二个年轻活泼很有活力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 余淑恒他是大学毕业 他的外语能力很强 那么戴笠呢 他的一个典范人物是谁 蒋介石 以蒋介石为典范的戴笠 希望身边也有一位像蒋宋美玲一样 长袖善武精通外语的伴侣 而余淑恒就是这么一位理想人物 戴笠马上欢天喜地地把余淑恒 聘为随身秘书 有时候呢 戴笠会称他的小名叫余龙 甚至于有时候在签公文的时候 戴笠就会直接签是余龙 因为呢 表示说他们两个是共同商议的 但后来余淑恒赴美留学 两人渐行渐远 而保持只有不婚态度的戴笠 又迷上了影后蝴蝶 但这位电影皇后 其实早就心有所述 蝴蝶跟先生潘友生的邂逅 是在一次私人的家庭舞会 当时的蝴蝶23岁 正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 共舞一曲 让有好感的两人爱描滋收 不过当时的蝴蝶私里头 对于是否接受这段感情 还是相当的谨慎 因为他才刚刚结束 跟明星林雪槐的一段婚姻 在1930年的时候 发生非常轰动的就是 蝶雪解约案 也就是蝴蝶要跟他的未婚夫解除这个婚约 当时成为媒体的焦点 因为在一年之中 蝴蝶就上法庭八次 要告这个林雪槐 可是林雪槐就是不肯解除婚约 那时我刚刚结束第一段恋情 从之前的高调订婚 到后来双方撕破脸皮 倒上法庭 前前后后一年多地折腾 我早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么在这样心力交税之下 是谁默默地守候在他旁边 有一个大人格 就是他的丈夫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就是潘永生 所谓人红是非多 蝴蝶不仅在婚姻路上叠叠撞撞 更疑似因为跟少帅张学良走得太近 遭受无情的抨击 就共识说 少帅张学良跟蝴蝶在北京的六国饭店跳舞 所以不管九一八事变 其实完全压根就没有这个事 因为当时张学良是陪着英国公使 在北京的一个戏院 看梅兰芳的演出 跟蝴蝶一点关系都没有 蝴蝶被形容成 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心情更加地沮丧 但潘永生却在此时默默陪伴 让蝴蝶心生感激 经过六年的追求 潘永生终于追到了 这位美丽的电影皇后 永生 我们结婚吧 让父亲带我入教堂 把我交给你 他也就放心了 六年了 我终于等到你说出这句话了 在抗日战争之后 蝴蝶一家人从上海举家 迁移到香港 然而他们平静的生活 却也因为日本侵华而再度有了变化 日本人那个时候找上蝴蝶 他知道蝴蝶是非常有名的民事的明星 所以要请他们去演戏 甚至剧名都写好了 叫蝴蝶游东京 但蝴蝶心想 帮日本人拍戏 岂不是卖国的行为 因此他拒绝了日本人的邀约 但日本人不放弃 他们一家人只好无奈地逃往重庆 并把所有的积蓄整理成乡 托朋友转运 没想到这件事 却把蝴蝶推到了军统特务头子 戴笠的身边 福啊 首饰啊 珠宝啊 就装箱 装了三十箱 请当时的另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叫杨慧敏 杨慧敏就是四行仓库送来国企的那一位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协助了很多的香港人 就住在香港的中国人逃离这个地区 只是蝴蝶怎么也没有料到 回到重庆之后 这三十个箱子却始终没有回到他身边 让蝴蝶觉得很奇怪 而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他有一天在街上逛街的时候 竟然看到他的一些个很值钱的首饰 或者是大衣在棒铺里边出售 所以他觉得事情不妙 惊觉不妙的蝴蝶赶紧写信询问朋友 朋友这才告诉他真相 行李被强盗给抢走了 但所有的家当几乎都在里头啊 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 他想到了一个好同学林芷明 所以林芷明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那么我找我的先生帮忙 我的先生是杨虎 他是在戴笠的手下做事 那么他们这个整个的军统系统的情报网遍布全国 也许试着帮你找找看这些行李 林芷明愿意伸出援手 其实背后打的主意算盘 是希望能帮自己的先生杨虎升官加绝 因为杨虎的长官戴笠 迷恋蝴蝶一直都是个公开的秘密 此时的戴笠指挥着国民党最大特务机构军统 也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听到这个请求二话不说 答应了下来并且支付蝴蝶的一切生活费 戴笠呢就开始一个一个步骤 比如说他首先就要求蝴蝶说 那你是不是把你的清单写给我 那么另外戴笠呢也要求说 顾下先去抓这个杨虎敏 认为杨虎敏当时是负责运送行李 那么是不是应该是问他 所以杨虎敏他是抗日形象大使 他为了这三十箱行李 蹲了四年的苦劳 除了积极寻找三十个箱子的下落之外 戴笠还找了名目邀约蝴蝶参加舞会 不是说快到了吗 怎么还没到了 来人呢 快去打探一下 吴小姐现在到哪呢 当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后蝴蝶 迈着优雅的脚步缓缓进场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而眼神最热烈的当然就是戴笠 一双水亮的眼睛 两个又圆又深的酒窝 真漂亮啊 真皮电影里还要漂亮 接着戴笠请蝴蝶将仪式的物件 一个个详细说明 过没多久 这些仪式的珠宝跟首饰竟然统统回到了蝴蝶的身边 我打开箱子 细细清点 那些东西乍一看 还真和我丢的东西一样 不过仔细一瞧 却比我原来的款式更好 价值更高 这可远比我丢的那些东西之前多了 戴笠呢 就按照蝴蝶所拍出来的清单 丢了哪些东西 那么放了哪些东西在里边 那么戴笠派人去找 其实根本就找不着了 因为兵荒马乱已经被打劫了 所以戴笠有多用心呢 他派出了他的人手 到处去找类似的东西 甚至是按照蝴蝶所形容的 重新来打造 戴老板 您费心了 不过这些 我不能收 对我来说 钱财本是身外物 能博得家人一孝 才有价值 可是 不要再说了 我戴笠人送给女人的东西 还从来没有拿回来一说 再拒绝 可就是看不起我代理 代理不但强迫蝴蝶 收下他费心打造的珠宝 甚至有计划地陷害蝴蝶的先生 潘友生 一开始就说 他私藏枪械 那其实就是栽账 就把他给关起来 后来蝴蝶来讲一讲 就把他放出来 潘友生获救之后 他们夫妇又欠了代理一个人情 而此时的代理 心中其实有个更阴险的计划 他就把他派到云南去 来到云南去 他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他自然就跟当地的这些药材上 彼此结合 就让他去采药去 也就是断绝 潘友生跟蝴蝶之间的一个联络 代理不但断绝了蝴蝶跟先生的联络 甚至进一步向金箍藏交 要蝴蝶跟他同居 我宁死也不会过这种屈辱的生活 没有任何女人可以拒绝我 尤其是你 只要你听话 你惦记的那个人才会美 代理在四川琵琶山神仙洞 盖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西式别墅 由手下全程兼工 当时派了很多代理的手下来盖这个豪宅 因为要赶工 而且要盖得非常的舒适 那么花园里布置了葺花一草 所以据说还有好几个工人因此受伤 这个完全是代理的私人的业务 所以这个豪宅是极力的讨好蝴蝶 代理如此用心 蝴蝶感动在心 却也被迫成了这栋豪宅的女主人 代理的这种温柔风势之下 蝴蝶有没有动真情 或许也有一丝一毫吧 不过我们都知道 蝴蝶最钟情的 还是她的丈夫潘友生 而远在昆明的潘友生 却没有收到蝴蝶的只字片语 她越来越放心不下 忍不住跑回中国 却发现跟蝴蝶的爱潮 早已人去镂空 您只能对我说 丙华早就搬到戴老板那儿去了 还说戴老板对她很照顾 让我放心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一心想把蝴蝶站为己有的代理 甚至请出了青帮大佬杜月生 挟迫潘友生 写下离婚协议书 跟蝴蝶分开 杜月生当时派她的手下 怎么威胁这个潘友生呢 一手拿的就是 跟蝴蝶的离婚协议书 另外一手拿的就是毒药 那么也就是说 让潘友生二选一 你是要放手蝴蝶 还是要死路一条 潘友生只能在万般无奈的心情下 签了离婚协议书 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人夺走 只是机关算尽的戴笠 怎么也没有想到 1946年3月17号的空难 不断带走了她的性命 更打碎了引起蝴蝶的美梦 而潘友生这一对被迫拆散的苦命夫妻 也因此得以重新聚首 戴笠死了 一切也就烟消云散 那么蝴蝶可以终于回到丈夫潘友生的身边 终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蝴蝶夫妇立刻前往香港定居 潘友生重新创业 创办了新华商业洋行 蝴蝶当起了形象代言人 随后再度进入影艺圈 让人过起了辛苦却甜蜜的生活 只是幸福的日子却总是很短暂 可惜的是1952年 这个潘友生就因为肝癌过世了 所以蝴蝶这个时候只有44岁 那么因此过了几年 在1959年的时候 他重新加盟少事 他又出来拍电影 那么因此他来过台湾 但是后来在1975年的时候 蝴蝶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并且为了纪念他的丈夫潘友生 他改名叫潘宝娟 蝴蝶最后在1989年 并逝于温哥华 临终前只留下了一句 蝴蝶要飞走了 将一切人世间的恩怨情仇 成功弟弟 欢迎回来 抗战期间有一位美丽妖艳的女人 郑平如 她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 奉命暗杀汪伟特工主任丁莫村 由于世纪败露 她被俘虏了 而在狱中 她的美丽跟魅力 被敌人称为是妖艳的白蛇 郑平如后来世纪败露 被汪精卫下令枪毙 但是抗战胜利之后 在军统的烈士名册上 竟然是找不到她的名字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据说连负责看守郑平如的人 都被她的美貌吸引 要跟她一起私奔是真的吗 丁莫村这样一个老谋身算 那么臣府极深的情报人员 又为什么会对郑平如言听计从 难道真的只是贪恋她的外表吗 请看资深记者 艾小培 陈瑶红的深度报道 电影中的王家芝靠美色 接近情报头子易先生 希望能松懈她的戒心 取她性命 而在真实世界里 易先生还真有其源 他就是民国时期 王位政权的情报人员丁莫村 男主角这个易先生 跟实际上的人物丁莫村 你如果来做对比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实在是丑不拉几的 而且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 我看她差不多了 陈瑶红一定会来要人的 真实世界里的丁莫村 长相没有电影男主角郡帅 但搜集情报诱杀敌人的能力 跟男主角相比 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辖下的特务机构76号 更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 杀人如麻的恐怖情职单位 而这个组织的壮大 跟日本很有关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炭灯发动了 9.8事件 四十多月内 共三省全部归陷 1937年7月7日夜 日本侵略军 代表一瓶 录制到了独公桥事件 1937年8月13号 上海遭到日本进攻 三个月后沦陷 紧接着1940年3月30号 国民政府派亲日头子汪精卫 公开投敌 在南京成立了魏国民政府 为了实施恐怖统治 王伟政权建立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 下设特工总部 地址就位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 从此76号就成了 这个恐怖机构的代名词 汪精卫投靠日本 那当时也一起投靠日本的 前总统局干员李世群 开始拉拢丁末村 那丁末村抵不住诱惑 大量出卖国民党的情报 也对这些爱国人士大开杀戒 那成为人见人怕的丁屠夫 在汪精卫的授意之下 由丁末村等人直接指挥的 76号大开杀戒 甚至设计了惨无人道的 38套酷刑 要从受过严密训练的 勤治人员口中换取情报 从1939年年底到1943年 不到四年的时间 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 就高达三千多件 平均每年一千件 为此国民政府下令 要不洗一切代价 除掉丁末村 这个杀人不眨也能猶亡 大量的去破坏 总统跟军统 尤其是总统 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务机关 在上海还有南京的一些 地下组织整个把他破获 为什么丁末村会对国民政府 特工人员大开杀戒 难道他跟国民党之间 有什么血海深仇 丁末村其实他 应该也是一个失忆政库 国民党当初 就是成立这个 调查科的时候 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 一个是戴笠 另外一个是徐恩征 第三个是丁末村 三个不同的处 有三个处 蒋介石在某一次改组中 把丁末村所管辖的第三组取消了 从权力中心被拉下来 突然失去了政治舞台不说 丁末村甚至被污指贪污 最后只留下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虚职 让他怀恨在心 只能潜逃到香港 并在此时跟他的老长官李世群 接上了线 到了香港去呢 好像又碰到了李世群 这个李世群呢 就他说他要去投校这个汪精卫 1939年抗战时期 李世群决定跟丁末村联手当汉奸 在日本人的扶持下 他们回到了龙蛇杂土的上海滩 开启了一场叠对叠的杀戮行动 76号特工的嚣张行进 让军统跟中统遭到严重打击 因此他们把刺杀丁末村列为头号计划 而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叫做陈宝华 他也是国民党大佬陈立夫的侄子 中统上海潜伏组织的负责人 陈宝华曾经多次组织暗杀行动 但派去的人却反倒被丁末村给杀了 原来丁末村老奸俱华 警惕性极高 每次出席一般的宴会都会站在墙角 防止有人背后偷袭 他非常喜欢跳舞 但除了日本人举办的舞会 其他一概不参加 难道刺杀丁末村 真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吗 他激情冷静 很毒冷酷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 就在陈宝华一筹莫展之际 上海两友画报上一名绝色美女 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就是郑平如 之所以会找上郑平如的原因 是一来因为郑平如相貌气质俱佳 那非常的对丁末村的喜好 那二来是丁末村当校长时 郑平如是他的学生 那这也让两个人的接近 有了充分的借口 长相气质都一等一的郑平如 假使背景更是大有来头 早在求学期间就展现了爱国的情操 郑平如是电影社界中的原型 那他的父亲郑月早年留学日本 曾追随孙中山加入革命 是党国大佬 那母亲牧村花子 是日本的名门归秀 那因为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 所以婚后随着郑月回到中国 改名叫郑华君 郑平如从小跟着母亲 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 长大之后成为上海社交圈的民怨 被中统人员吸收 在19岁那一年成了正式的特务人员 而郑平如或许是因为中日混血的关系 那长得是非常的温柔婉悦 天生立直 这也为他日后的情报工作 立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统局让郑平如去找丁墨村 以师生之仪为借口 接近丁墨村 从而引诱他上钩 你是丁校长 毕人的确是姓丁 请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我在光华大学上过学 那就对了 我的确在光华见过校长 但是不常去 只是挂个名 郑平如洋装成涉事卫生的少女 不时侍从撒娇 跟丁墨村时段时序 若即若离 这也就逗得丁墨村是心仰难耐 但狡猾的丁墨村 当然不会立刻相信这样的一位空降美女 他立刻派人去调查了郑平如的背景 当然中统局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提前派人抹去有关 郑平如的抗日记录 加上郑平如的母亲是日本人 让丁墨村卸下了心房 用郑平如当自己的私人秘书 自由进出76号特工总部 而获得信任的郑平如 在1939年12月10号 有了第一次刺杀丁墨村的机会 当时郑平如邀请丁墨村到他家做客 但是暗中安排了狙击人员 来狙击丁墨村 此时中统行动特工就躲在郑家后门 准备在丁墨村上楼时 开枪将他击毙 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丁墨村是真的有事 还是有所预感 不论郑平如如何撒娇 他都不肯上楼 让第一次的诱杀行动失败收场 没多久 总统局负责人换成是张瑞金 重新策划第二次刺杀行动 然而此时的郑平如 却遇上了另一件棘手的事 原来他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男友 王汉勋 业之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空军中队 是位杰出的青年 他联系了两封信 约郑平如到香港结婚 但为了执行刺杀任务 郑平如宽聚了男友的求婚 并且接受了第二回的刺杀任务 执建行里面去买执大衣 在掏钱的时候 这个丁墨春 也就是这个戏里面的易先生 发现这个柜台的 这个玻璃柜台的导影 看出旁边 马路上 有一个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而且行踪诡异 他第一时间察觉不对劲 所以从大衣摸出一叠钞票 往玻璃柜台上一放 他就对郑平如讲说 你自己挑吧 我先走了 说完就快速转身向外跑 那当时在店门外的两名特务 完全没有想到丁墨春会不等挑完大衣 就冲出店外 因此不小心让他冲过了马路 这个时候要拿枪来开枪射击丁墨春时 丁墨春已经钻进车子里头了 所以所有的子弹都打到防弹车门上 那丁墨春毫发无伤 但这次的失败却意味着郑平如 中统特工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了 他辛辛苦苦策划的美人计 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但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丁墨春早已发现 郑平如不简单 所以部下天罗地网 只等他上钩 皮货店事件之后三天 汪卫总部行动大队长林之江 率领二人士多名爪牙 直扑户锡舞厅 逮捕了郑平如 随后他就被关进了76号特工总部 无论丁墨春如何逼供 郑平如始终不承认自己跟总统局有关 而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为情所棍 而故凶杀人 刺定案失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 汪精卫在1939年12月30号 跟日本政府签订了汪日密约 郑平如的任务彻底失败 而且汪精卫得知丁墨春 被郑平如色诱之事非常愤怒 决定非杀郑平如不可 1940年2月 汪精卫政权下达秘密执行枪决的命令 于是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 由林之江担任行刑官 押着他到中山路附近的荒郊野地执行 押解他上车的时候 还骗他说是前往南京 到了南京就可开市 当执行政务的林之江把车子开到了中山路 就要郑平如下车时 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 于是他下了车 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你不要枪击我的脸来毁我的容貌 那林之江答应了 但是也因此大动测影之心 不忍心自己亲自下手 所以他背过脸要为兵执行枪决 三声枪响过后 这个貌美如花的爱国女子 就因此相消欲允 23岁就相消欲允的 郑平如一位色诱失败而牺牲的中统特工 他的故事直到多年之后 才被列入了调查局的出版文物 获得平反 历年的殉职人员 殉职人员的一个传略 就是传记 那这个殉职人员传略研究的一篇 写到这个正品品牌的去世的经过 但这个去世的经过 跟这个电影其实有些是弱点附近 1944年11月10号 汪精卫病逝治本 汪卫政府倒台 丁抹村再度投靠重庆国民政府 杀人无数的情报特务 最后在1947年7月5号 以汉奸罪名被处死 也让牺牲花样年华 为国捐去的郑平如 得以喊啸走群 欢迎回来 蒋介石时期的情报投资戴笠 曾经培养许多特务人员 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 戴笠手下的一名女情报员 已经破译了这一份日军电报 她叫做江逸英 后来被破格升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少将 据说江逸英早在学生时期就被戴笠上众 因为认为她兼具了男性跟女性的双重特质 再加上她天资聪颖 特别适合从事谍报工作 而她也真的在情报圈当中立下了陷阁战功 但是1949年之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 两岸情势巨变 江逸英发现先生从事的工作 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 竟然是大地灭亲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而江逸英还有一位名模孙女 妮亚伦 她眼中的奶奶又是位什么样的人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妖红的深度报道 1941年12月7号 日本海军轰炸美国珍珠港 整个港内200艘军舰 3000多名官兵 将近180架的飞机 统统被炸毁 不过早在珠珠港事件发生的两三天 国民党的军统局 就已经拦截了日本的电报 察觉了不寻常的讯息 破译日本的某些电报 日本大本营 要求全世界各地的驻外单位 日本的驻外单位 所有的密电码必须烧毁 为什么日本要销毁所有的密电码 难道这其中藏有什么天大的秘密 不能被外人知道 更奇怪的是 其他军事单位也发现了日军在东北不寻常的行径 最近的状况不大正常 日军大本营在东北集结了70万大军 可是最近几个月却并没有动静 太不正常了 这个事情非常奇怪 因为918事变 还有其他几次大的事件 大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前 都曾经发生过破译 就是把这个密电码烧毁的记录 于是军统局的江亦英 暗中调查了日本部署在东南亚海军的军舰数量 发现跟军统局所掌握的数量不符 消失的军舰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破译各种的情报收集以后 立刻回报戴云朗将军 日军可能在12月初 有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可能 戴利立刻网上通报 蒋介石知情如获至宝 随即批示赶紧通知美国 没想到美方却置之不理 Paul 你认为这个电网 当这个消息一路转到美国五角大厦海军司令部时 这些海军司令部的高层却一笑自知 其中一位海军官员还说 这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 忽视重要情报的美军 最后被日本偷袭 也由于日本这次不宣而战的行动 让美国愤怒不已 进而对日本开战 而早在事件发生之前 就掌握日本海军 打算南京开战的 就是军统局易电科的科长江易英 只是在发出了警告电报之后 为了安全起见 他在戴笠的指示之下 立刻撤离香港逃命 因故无法在远处工作 因故全部带过 电讯中断 整个就撤离香港 开始逃亡 逃去 准备 希望能够到达南雄 被营救回重庆 由于当时沿海各大城市 几乎都已经被日本占领 让江易英的逃亡之路 惊险万分 日本的宪兵队 也就是他们特务 情报 一路追杀 一路追杀 母亲这一写 于枪林弹雨中 这个 如何避难 如何逃难 冒险撤出 哀鸡哀寒 幸好他顺利逃了出来 并在之后 获得代理大大的重用 而抗战期间 由于及时侦查到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一路加奖进声 后来成为军统局 唯一的一位女少将人员 经国不让薛媒的江易英 曾当过军统局长毛仁凤的学生 就读杭州女中时 就聪明伶俐 让老师印象深刻 毕业之后 因缘际会被戴笠一眼向众 于是戴笠把江易英找来办公室 那简单问话过后 觉得江易英具有双性的双重性格 如果作为特务培养 可以派得上多种用场 也正是这一次的会面 让江易英日后成为戴笠身边的红人 奠定的基础 1933年 江易英从特训班结训 每位同学都分配了工作 戴笠却要江易英赴美学英文 希望他能够嫁给自己的拜把兄弟 同时也是西北网的胡宗男 大约知道这个内容以后 就排斥 排斥 如此才进入了军统局的 魏大明将军主持的电讯研究班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心细如法的人 所以他能够破译密电码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得到这个戴笠的欣赏 因为同是江山人 戴笠格外的照顾江易英 毕业之后派他到厦门当电报员 先是破解了福州十九军叛变消息 接着又转往西南 监视云南王龙云的一举一动 此后江易英的情报工作更加危险 在忙碌的工作中 他认识了同样曾在军统局旗下 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宁信同事 对他一见倾心 两人共结联礼 没想到1949年之后 两岸情势巨变 就对夫妻的感情 也面临了严重考验 母亲掌握到 在大陆的两个副台上 资源委员会电台的副台上 都已经投匪了 可是电讯几乎每天都还在往来 有严重泄密的问题 于是报告顶头上是毛仁凤局长 这个资源委员会要把它抄掉 资源委员会的总台长 尼奈斌 是我父亲 这个大义灭轻的举动 让夫妻俩走上了离异之路 江亦因单独抚养四个孩子长大 而来台之后 他转任匪情研究室的主任 专门收编在台情报系统 并在1957年转任余生国小的校长 江亦因从余生国小退休之后 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孙女尼亚伦 但照顾儿孙之余 却还是不忘了 昔日的工作习惯监听 因此常常让这个家庭 上演叠对叠的戏码 那我也会跟比较常打电话来的朋友 有一些暗号 晚一点要不要去砸货店 如果我就是无厘头的 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就听得出来 这位抗战时期的女音词 不受限女儿生 用智力在那个动荡年代里 耳于我炸的情报圈中拼搏 终成就了情报史上 不可抹灭的一夜传奇 情报人员的生活 常常被戏剧渲染得精彩万分 但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情报人员 往往不能大肆张扬 得要低调才能够保密 现在启示录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刘昕彤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